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上课呢我给大家列出一系列的练习题 而找练习题最简单的办法呢 无非就是找找这个加瓦的一些API 比如说我们查 加瓦啊 那么你查完以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 就是对这个arrays性操作 你比如说有sca-at呀 contents呀 concat呀 value of copy and with 什么之类的get value啊 还有一大堆 还有一大堆 你跟laffing itself啊 replace all啊 这个split呀 substrain啊 什么的等等等等的之类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呢 依照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不能全部直写 就是这个library是人家写的 写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以我们目前所学啊 就是我已经记得到这个写recursive message以后 顺便来说 所有的算法呀 数据结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已有的知识来进行实现了 啊 来进行实现了 当然我们代码有 有很多地方可能是不够完善 很多一些特殊情况没有考虑到 这都不重要 我们先把基本的一些练习先做好 所以我呢给大家出一系列的题目 而从下档课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些题目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练完以后的话呢 我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些系统化的 一些常见的数据结构的东西 好 我们呢 回到这儿来 好 我们这里呢 这里不错 我们这里呢 啊 Methers for screen 啊 我们回到 screen这儿来 有哪些methers呢 首先呢 啊 我们这里来写啊 呃 我们首先呢 有subs screen 对吧 subs screen subs screen呢 我们有input 啊 啊 我们有这个startindex 啊 我们有endindex 啊 todo 啊 就是就是 我不记todo了 我们写个example吧 example 比如说 啊 这个 我们input是hello word 对吧 我们hello word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到第五个 啊 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啊 第零 第1 第1就是e了 对吧 12345 我就空格 我们写6吧 6 你看 0123456 60到w了 就是1100 空格 w 是output了 啊 这是一个example 是subs screen 当然还有一种subs screen 是这样写的 啊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subs screen subs screen 啊 s screen input 啊 start index 没有了 后面全是subs screen 比如说 example 我们说 hello word 对吧 我们写5 嗯 因为6吧 从6开始算 啊 因为6 这个是w 那么就是word 我们全算啊 就是从w后面 所有的string都要好听来 属于substring 好 我们再来写 啊 static 啊 我们呢 做一个什么string 啊 reverse 我们reverse一个string 啊 input 啊 这个意思很简单 那就是说 如果我 说一个hello reverse以后就是o l1 就reverse了 啊 啊 那么 static string 啊 不用使用 我们写个bully 我们写equals 啊 equals呢 就是说 有两个string 啊 first string second 那这两个是不是相等 对不对 比如 example 如果说 我们两个 啊 比如说 第一个是hello 第二个是hello 那 这两个string是完全相等的 这就是每个字符串去比 每个字符去比 啊 当然如果说你 不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forse了 啊 还有一种呢 static boolean equals ignore case 部分大小写比 啊 string first string second 啊 那么部分大小写的话呢 我们一个example 比如说 这个hello 跟 这个hello 那么它也是tue 对吧 啊 如果这个东西放在上面就是forse了 因为这个h跟调下 h大小写不一样 我们部分大小写 我们又怎么样 啊 好 啊 啊 boolean 这个面试题啊 is perlind 啊 我们看这个input是不是一个对称的string 比如说example 啊 你想 a b a 出了啊 这是出了 这是对称的啊 头尾对称啊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对称的string啊 那么这些 static啊 然后呢 我们有string啊 int index of 啊 string我们有input 我们有一个char 一个c c在哪个index上面 比如说我们一个example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啊 hello 我们有一个e的字符 e在哪个index上面呢 e呢 是在这个 返回是1对吧 index是01 这个e e就是1 对吧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 它不存在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还要写hello 我们写z z z就完全不存在 那么它返回什么呢 找不到这个字符 就是负1 它没有index 就是反过是负1 如果反过是负1 说明它没有index 对吧 啊 那么好 我们还有一个叫last index of 从后往前数 那么它第一个index在什么地方啊 string input 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要这个example example的话呢 如果说啊 hello 就是我们选这个l 对吧 l的话有两个l 就是012 index2也是l 13也是l 那么从后往往前数呢 那就是3了 那答案就是3 那是last index of 就是最后一个出现的位置 就是从后往前数 那么index是多少 对吧 还有 set it replace replace呢 我们有一个input 啊 有一个 old character 有一个新的 我们不能用new 还是new是关键字 我们就是用一个update的character 啊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 换old character 比如说 example 我们还是用这个hello这个例子啊 啊 我们把e 啊 换成a 那么 它就变成了啊 hello 啊 h-a-l-o 就是换掉了啊 如果还有很多e啊 比如说 呃 我们这么说吧 我们换个l吧 l换成a 啊 那么就变成了h e-a-l-o 就变成这样的了 这个也要没有换 那么我们这个呢 还有一个类似的方法 叫replace all all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换了就把两个a全换掉了 把所有的这个all character都换成了 replace all 啊 我看看哈 我们写了一大堆了 substream reverse equal equal exnocate is parindrum indexal indexal repla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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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还有什么呀啊 那么再写一个吧 tick anti 啊 value of input 如果你strim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数字的strim啊 啊就返回它的对应的值 就叫value of 呃我们呢 我们一个 example啊 我们一个 example 我们这么写 sgain是1234 那么它 因为我不写括号了 因为它就一个参数 就1234 它送出来指1234 就是这个数字啊 就是怎么把一个在数字中心给它pass出来啊 当然这个value of 可以有很多啊 有可能可以变成double呀 如果说更复杂一点有个点呢 有个点它就有double 对吧 有有有有有那个什么 呃 flow的这样东西啊 当然你想挑战一下 就是说 那个的 我们就假设它input是合法的话 如果你把abcd 你是pass不成int的啊 比如说我们变成一个double value of 啊 对吧 input啊 这样的 也是也是可以 这是一个比较难度高一点的东西 我们就不写了 就当你练的话 我这写这个大家可以去练啊 因为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 这两个value of 不能放在一起 因为它反汇值不一样啊 这是value of 那么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 跟均有关的 这些练习都是非常好的练习啊 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啊 我就说稍微过一下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嗯 start with end with offset matches length 长度 substream to to offer case to lower case 我们已经写过了啊 你看 有很多value of的东西啊 value of的东西 我们我们先不管它 啊 啊 chim也是很重要 chim也是很有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试着练练看 叫chim 呃 chim chim 我们有input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example呢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字符呢 前面有些定格 呃 然后是什么hello 啊 word 这样的 后面有一些空格 啊 我们就把这前后的空格去掉 中间空格不能去 变成hello world啊 啊 这样的 就是 这样的意思就是 因为我们有些输入的时候 比如说输入设备的时候 它里面很大的空格 传进来之后加了空格 然后把前后空格都去掉 就换成一个玩玩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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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stream啊 那么去啊 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呃 这样给大家留着作业 呃 那么回去呢 大家都可以去做 呃 那么做完以后的话呢 我下次呢 我很快的把它过下来 我不知道多久能过完 可能一堂课 可能两堂课 我把这这代码写下来 给大家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说我呢 我有本事 能够把别人的library的那些method 都能自己能实现好了 那么 我对这个整个java的应用啊 我就非常有信心了 那么什么logic我都能写啊 当然这次 这次是刚开始 以后的等我们能这些写熟了 就开始要讲那个比较 常规的一些算法了 啊 比如说排序算法 啊 我们这后面的内容 啊 我们上个信道长 谢谢大家 种小类优独播剧场——スポット crop 我们准备了 我们的jin迷ray 独播剧场—— 酸